OK 好啊 謝謝 可以 現在有 OK 所以它用的是 集合觀點就是用方向 那你直線在平面上 所以它就是說 平面的方向跟直線的方向 向量垂直 內積等於得到第一個關係數 得到第一個關係數 再來因為垂直的話 可能是在上面也可能是平行 所以你要區別出它是在上面 所以直線上要一個點帶入 這個平面一定滿足 所以它就把點帶入 OK 或者方法二 方法二 你可以直接把它解連力 把直線拆數式帶入它 就無窮多足起來 對不對 或者你用解連力無窮多足解 一樣也可以解出解連力 解連力的時候 你就會變成0乘T等於0 也可以利用這個式子去求出AB 這個是代數 代數觀點 好 來 其實重點我要講S乘10 S乘10在告訴你說 我們這個平面 平面 一個平面再加兩個點 所以它講的是在告訴我說 一個平面 我一個平面 一 平面一 我現在叫你求 它上面有一個點 點A A點坐標 A點坐標 我從這個A點投影到這個平面上的 這個同一點叫H點 按照我面前的講法 你其實就是從這個點走髮向量嘛 對不對 只是你不知道走髮向量的幾倍 其實你可以用算的可以知道走幾倍 我們是不是走髮向量對不對 從這個點走髮向量的幾倍 這一段距離一次髮向量幾倍可以算得出馬 因為這一段的距離就是點到面的距離 所以有時候我懶得用代數解 我真的用幾個算 只是因為如果你越好前這樣算 法向量有兩個方向 法向量有兩個方向你要看別 你會走會走上面一個下面一個 你要看別哪一個點在面上 所以我看一下思雨的寫法 你真的是用這樣做 他真的是用這個幾個概念做 你會先算點到面的距離是2分之根號6 所以他就要從那個點要走髮向量幾倍 因為髮向量是你的這個是2Y 髮向量是1-1 髮向量是1-1 他寫在這裡了 1-1的長度是根號6 所以他就發現他是走髮向量的2分之1倍 走髮向量的2分之1倍 他有些判別過 他怎麼知道是減的 你有可能是加 所以你有判別過對不對 你怎麼是減 為什麼是加 走髮向量的2分之1倍 那你怎麼知道他走 你走的那個方向跟髮向量是同方向 還是短方向 應該一開始是正負加跟減 就是兩個點 你要換你哪一個點在平面上 對不對 你有沒有檢驗一下 你的這個點有在平面上 有沒有檢驗 沒有 好啦 其實應該是 你走髮向量的2分之1倍 應該是加或減 兩個 那兩個你會跑出兩個點 所以另外一個點不在平面上 那或待會過的這個路線會不合 不然一開始 你今天還是因為你有看對的後面答案 那你怎麼是減 一般我覺得通常你都會想成加 而是因為從這樣畫就覺得是減 那不一定 你根本不知道你的髮向量在哪裡 所以理論上應該另外一個還有可能是加 加的話就會是2分之3 1加負1 所以這個是0 1加2分之1 2分之3 很直觀的可以看得到這個點 你把它帶入那個平面 你發現這個是不合的 所以才跑出你掉的這一個點 OK 那這個是因為考前我們這樣講 可是你從這個點 走髮向量等的某一個倍數 T倍我不知道幾倍 他用距離算出來 這個概念不就是我們2次2講的 什麼概念 直線的參數式 直線的參數式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用一個走髮向的幾倍 他判別是加還是減 那你就是直接把這一條直線 AH直線的參數式寫下來 什麼話我玩的 來 我們把AH直線的參數式寫下來 直接把這個點帶入面就可以了 所以方法2 通常我們就是這樣 SYZ 我們從111開始起步走 走那個髮向量的T倍 髮向量叫1-21是不是 所以我就叫加T-2T 加T1-21 你把這一個帶入平面E 帶入平面E 對不對 你就可以解得 你就可以解得你的T 按照我剛剛看到詩語的 應該就是-2跟T倍 對不對 用參數式寫下來是不是這樣 每個概念是一樣的 每個概念是一樣的 用詩語的那個解合方式是 可以省掉你解這種代數的複雜 可是它的麻煩是 你有兩個點最要判定 那這個是解過程麻煩一點 可是你出來就是唯一 都可以 都可以 那第二小題它為什麼呢 A點對於平面的對稱點 平面的對稱點 如果你剛剛代理好 你知道你是總-2分之1倍 對稱點不就-1倍嗎 就是說這個點的T是-2分之1倍 把相當的負外分之1倍 對稱點這一個我們叫A'其實就是-1倍 那我知道通常我們會用終點 知道它知道它 就兩個相加的中間是H 也可以 可是你觀念如果很Q的話 你書的話你就直接A'就是把T代-1 所以是0 3 0 其實這樣我覺得更換 比你用終點的概念更換 我看詩語用什麼 A'你是用終點概念 是不是 用終點概念 其實你已經負2分之1 你就負1倍也可以 都可以 來第三小題 我們要求 其實這個是為了我們要求 在平面上找一個點 使得PA加PB為最小 所以只要看到這個PA加PB為最小 我一畫PB你看我就有放在這裡 那天那個指援班長有問說 可是我怎麼知道這兩個點 在平面的同側還是抑側 我們怎麼知道這兩個點 因為觀念很清楚 他一寫就知道 我們這個題目一出來 不可以馬上畫到這裡 你知道那個B點有沒有可能在抑側 有可能如果在抑側 答案就很簡單 如果你的B點在下面 哪一個點10的PA加PB最小 就只要直接連線吧 對不對 所以你第一步要先判別 顯然他這個要叫你怎麼對抑側 應該是同側 那個整個的話在同側還是一側 帶進去怎樣 帶進去相承怎樣 大於你小女孩 為什麼兩 你所謂帶進去大於你指的就是 你帶進去他們兩個同號 請問為什麼帶進去同號 他就是同側 為什麼 其實我們上學期現在會講的是直線對不對 現在是平面 我給小組加的 有沒有辦法解釋清楚 為什麼帶進去同號就是同側 跟直線很像 可是我現在換平面 你可以直接拿這個例子說明 就不用拿一般式子 一分鐘小組開始討論 我看哪一組搶答 而且今天搶答上來講是 隨便我們指派你們哪一組上 不是你們推判 就是意思說你們哪一組要搶答 要四個人都會 開始一分鐘 我看誰講得出來 感覺上好像跟直線很像 可是你要把直線的東西 轉換到空間中 我現在說小組討論 一分鐘 題目是什麼 為什麼把這兩個點帶進去 平面一一如果同號就代表同側 你不要告訴我是就這樣 對那個就你sense很好 可不把你的sense講出來 為什麼把兩個點帶入在同號就是同一邊 像AP這兩個點帶入平面一都是真還是負 都是真還是負 都是負 所以他們兩個同一邊 為什麼 我上月前我有講題 對不對 我直線我有講題 好 搶答 講對了 整組每一個人叫十根老 每個人叫十根老 好 好 可以 可以 有想法 可以講得出來 好 可以了 好 等一下 所以他指令你 我這邊講得很清楚 不是嗎 所以我先不要看 好 可以 好 可以 好 好 可以 我喊一二三 舉手 又想搶答的就舉手 好 來 準備好了 好 一二三 沒有辦法 他們三個你們注意看了 我是要連選 玉蓮 職安 方程 你們要聽誰講 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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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安你上來 好 對啊 只有一次機會講 講得不對我 就換別組 快點 你要站在這裡 站在這裡 要講到他們聽得懂 再上 再上 來 為什麼 我給秘密敬 來 你不需要秘密 你不需要秘密 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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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算先摸我們知道 可是上一集角色都是平面的 我現在回到空間做為什麼 這樣不算 他沒講錯 換下一組 下一組 要不喊一二三 好來準備好 一二三 我都先後面 然後一二先後面 你等一下 他不能說就換你 鄧玉姐 你們鄧玉姐 來鄧玉姐 玉姐 玉琴 還有怡嶺 你們是你們這個嗎 還有怡嶺和威婷 四個你們請誰想 威婷 來 玉姐 玉琴 怡嶺 四個 他們各種一起來 不行他就先一起 好 我們有點 對 我要下次這個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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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距離公式 來距離公式 因為他只把寫在一起 然後取決在一起 那如果寫在一起 那如果寫在一起 就取決在一起 那因為他真的沒有 沒有取決在一起 他就一個在上面 一個在一起 一號 為什麼沒有取決 就一個就在上面 一號就一個在上面 一個在下面 一號就一個在上面 一號就一個在下面 距離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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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在問你 你距離一樣 你怎麼會知道 一個真一個婦 你現在講距離一樣 可是你怎麼知道 一個真一個婦 就在上面 一號就在上面 這樣說得過來嗎 那搞不好 你兩個距離一樣 搞不好 會再比你過來 搞不好 你知道距離一樣的 可以有空間 可以有水平啊 搞不好就變政治院復啊 換下一組 因為剛剛人家有 你們再舉塊一點 我就會看他 可是因為剛剛 我先換他 要先換他 因為剛剛是我的 我先換他 然後你來 你要不要他們四個 注意看好嗎 班長 紫燕 喬莉 品渝 私語 四個請誰講 品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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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不行 現在自己這樣 好啊 品渝 剛剛討論的時候 我先換我 有個四個十六個 沒有討論出來 他們討論的時候 我沒有討論出來 沒有討論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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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那我是要換下一個 所以如果不算來講 不算來講 我就換下一組 因為人家有下一組再等 好啊 再一組 他們換他們再一組 好 銀河 換你去 換你去 投影宣 四個請誰 銀河 銀河 誰換一零 你們是誰 換一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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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河 現在 品渝要放棄了 換一零 好 他說不不舒服 那就銀河 來銀河 我這個再講不出來 我就開放 讓你們拿一組舉手 認定 好 好 注意聽 注意聽 他這個體面在 他體面好像 然後 如果兩個點是 XY 固定 XY 那兩個點 比如說會有兩個點 一個A點 一個B點 一個Q點 他的SY 坐標固定 然後 力再中 他的力再中 然後 痾 痾 痾 會出來了嗎 這個 這個 這個給我 來 這樣 換我 然後 你要不要用這個平面 這個平面 這個平面 有兩個點 一個P點 一個Q點 SY 坐標固定 阿滴 阿滴 在中 手一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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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 你們是已經懂 已經懂 你們 下面都已經懂 好 我只給你 你們這組 我只給你五分 你每一組加五分 後面有人下一組舉手 那個 你等一下 我再一二三 還有下面五分 好 一舉手 一二三 慢點 等一下 他有事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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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等一下 等一下 一二三 好 下 後面比較快 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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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育 三個 潘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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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都是沒有開放 我說下一組開放 隨便 我老朋友說 就這一組開放 只能加五分的 就開放 來 思琳要上三角 其實你已經 你已經提了 你們那組提了最大的重點 他們已經搞明白了 應該差不多全搞了吧 對 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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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面 220 有在那個平面上 沒有 我自己的是XY 是XY 好 然後附近XY 然後這兩個就是他的重點 所以這個一定要是正義的處 可是我平面不一定XY平面 我平面是寫的 寫的一樣 寫的一樣怎麼一樣 I怎麼樣 寫的怎麼樣 我們就用這個平面一樣 S-2Y加1加3 人家是寫的啊 好問題 你已經出來了 你怎麼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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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叫我們去參加那個台積電 那個大科 那個科學 那個說 二分之一 二 第一題的要點 你要找第一題的點嗎 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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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要先去這樣 好 這五秒鐘沒講出來就換下一組了 他真的自己換一個了 我們怎麼可以用複數裡面一般化對不對 對不對 好 好啦 下一組 剛才還有很多人要講了 我要喊 欸放下放下 123 他這一差真的比較快 好 好 還知道我給他了 來快點 這一次是水飲水飲 這一次就是水飲 來 你要講你就你講嗎 好 就不一樣 可是 可是就是 平面他有可能是歪的 那你就用好了 不管 你就不要用他那個嘛 好啦 所以 可以 就是我固定一個 sy 然後他就會是一個 z 然後那我在平面上 就把隨便一個 就回到歪掉的 都可以 那 我就是sy 固定嘛 那我帶著一個z 然後他帶進去 但在這個平面上 帶進去會等於0的話 他就在這個點 就在這個平面上 那這個z 只要一根往上 那他假如d的係數是正的話 他往上就是平面上 往下就是平面上 因為你xy固定 但是他有確定是在這個平面上 好啦 那算你有講出來 我幫他再補充一點 再詳細講得很好 所以你們這組的這教我 其實我覺得平軒剛剛應該是懂了 其實剛剛講說 這裡如果有一個點正s.y 比如說你剛剛那個 例子這個 你剛剛不是寫了這一個點嗎 這個點你就寫2分之1 2分之1 這個點帶入 這個點帶入就是等於0嘛 對不對 那如果你把這一個點往上挪 你把這個點往上挪 是不是d增加 d增加他有講到一個重點 那我就 我一定還會在argument 他講到一個重點 像這一道題目 它的d的係數 因為d的係數是正 所以如果你把像這個 如果這個平面 你把這個點往上挪 d的係數就是正 那就通通會變大 你把他那個d的點 把它變小 那是不是d的係數 d位是正的 所以你往下就通通是負的 所以你就是說 就跟上學寫一樣 你要去證明 為什麼整個平面的上方不一定是正 可能如果像這個d的係數是正的 如果是這一張平面 顯然在上面 這個板子上面的點是0 可是同樣的是 我們為什麼在上方的 就通通會是正 是因為你這個點是0 你往上走 比如說Rora說發發的地方 從這個臉張發發的裡面 任何一個點 我的地式都變大 地變大 你加上一個變大的樹 一定是變正的 你往下 往下 這個你把地變小 是不是就變故 這是上學寫的想法 這樣叫做類比 這樣叫類比 對 好 你要講類比就要把上 上面其實我是不是也這樣講 就一樣嗎 好 可是六年筋不錯了 已經很大 有努力想要去講 所以我說 如果你去參加那一個比賽 要把你腦中閃過的 你覺得sense的東西 把它說得讓別人有聽懂 所以這一道題目 我們就這樣解釋完了 所以你就會知道 你應該先把AB代入 我看到有沒有寫AB代入 第三小題 他說AB 因為AB在1的同側 他用sense說 你怎麼叫在同側 你上面應該補上 AB代入 A B代入 同為負似是 請問負囊症 症 症啊 同為症 所以同側 同側你才知道 你需要做對稱點過來 對稱點過來 你才會知道說 你要求的P點 是不是就在 VA的連線 跟這個平面E的焦點上 這個P點才是我們的最小值 因為這個叫光線的 光線的最短路徑 對不對 光線最短附近原理 所以 因為你這樣 你這兩段折過來 就等同於AB代入B 我們講過太多比了 所以他寫出來了 所以他算出來 來 最後一題你就會發現要重複 他叫你在這個平面上 找一個C點池的三角形ABC的值最小 因為AB固定 他寫得很清楚 所以他說是AC加上BC的原理碼 那C所以C也就等同於上一題的P點 所以答案就是上一題的答案 再加上這個固定的分號 OK 昨天前一半也有同學問我說 老師那那個PA平方加PP的最小值呢? 你要學一個就馬上 另外一個就搞混了 是不是有另外一種 叫PA平方加PP的最小值? PA平方加PP的最小值出現在哪裡? 不是這個對不對? 跟終點有關 跟A1的終點有關 如果是這一題的話 就會是AB的終點到平面1的最小值 垂直 對不對? 用什麼定理? 我們插掉中間這一塊 不要搞混喔 那個是不是之前 21有的題目還是1至2 對不對? 平方 如果你可以用代數解連 出來也都會在平均的位置上 在平均的位置上 可是如果像這種題目的話 他其實觀念PA平方加PP平方 如果PA平方加PP的最小值 利用什麼概念去想 比較快 平行四邊形定 其實是你這樣做一個 這個P點如果在這裡 所以你是不是這樣過來 你把它畫了一個平行四邊形 有點醜 不管 你畫了一個平行四邊形 你就會知道 我們平行四邊形 對角線互相評分 我們是不是用PA平方加PP平方 這個東西的兩倍 是不是就會等於 那個PM的兩倍 是不是就是對角線 兩倍的PM的平方 加上兩對角線的平方 你要求這個的密碼 是不是就等同於求這個的密碼 因為AB固定 對不對 你要求這個的密碼 是不是就等同於求這個的密碼 我們是不是這樣講 极而易是這樣講的 對不對 因為這個固定 AB固定 要求PN的最小值 所以剛講那個直接那個終點的概念是對的 最後其實就等同於AB的終點到這個P點在哪裡動 像這道題目 P點在平面上動 所以要問你AB的終點到平面的最小 等到平面的最小 當然就是全錘子 錘子群 沒有搞鬼 這樣會結合起來的 這個PA加PP才是光線對等路徑 因為通常有兩個 就一下子 比較常考的是這個 比較常考的是這個 因為那個比較難 那個比較難 那個我讓你們當欣賞就好了 所以不要用我讓你欣賞 你就跟我繼承那一個 那我趕快把這個擦掉 其實常考的是誰 這個東西以後是當補充 因為不會考到這麼難 這樣等 所以我也怕要描助長 老師講太多了已經混亂掉了 來 我們接到昨天剩下距離 剩下雙圈還沒有講對不對 我們剩一個雙圈然後擦掉了 擦掉這個內容 你剩幾分鐘 剩幾分鐘 好 我一定要講的 來 所以先擦這個內容 這個也擦掉 這個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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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老師希望你們 真的要連理科的東西 也有辦法這樣表達清楚 其實有些人就覺得 對喔 是聖詞就是這樣 還是要有努力 要把它表達出來 講得出來 我們剩下昨天那個立體六 應該二跟三裡面 第二個是不是平行線 我是不是剩下球距離 那個球包含它的平面那個 我就當著前面你們都做過了 所以那個老師就把它去掉 那我們兩直線平行的是 L1跟L3嗎 對不對 兩平行線 現在如果給你這兩條平行直線 要求兩平行直線的距離都很麻煩 L1 L1叫做4分之S-2 4分之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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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分之Y加1 等於2分之S-2 2分之S-2 L3呢 L3一樣看得到它們的方向向量 我們昨天探別過了 我們昨天已經探別過 這兩條直線是平行不是重合 對不對 2分之S-1 看一下老師沒操作吧 已經試了過 所以這兩個好嗎 這兩個直線昨天探別過它是平行 怎麼求兩平行直線的距離 回想一下 你們最想要類比嗎 平面中兩平行直線有沒有公式 平面中兩平行直線有沒有公式 有嘛 距離有公式 那個距離公式類比到空間中變成什麼 兩平行平面的距離公式 並不是兩平行直線的距離 你看這個長這樣拿來的那個距離公式 所以它沒有公式 所以為什麼它雙圈 你這樣懂 就是社會主做這個態度 那我們真的想想看 我要求這兩平行直線的距離 你就回到我們當時 在求平行直線距離公式 當時我們怎麼做的 你知道兩平行直線的距離公式 或兩平行平面的距離公式 其實我們都是先講的 先講的點到線的距離 你記得嗎 我們是先點到線的距離 再推論到兩平行直線 所以當我沒有公式的時候 他的想法就一樣 你還是得用點到線的距離的概念來思考 也就是說我在L1上 我很容易隨便找到一個點 我相信大家找的一樣 是2-13 2-13 我是不是只要去算 這個點到這一條線的距離 可是只有這一條線距離 我又不知道這個 又沒有公式可以帶 我又不知道這個點的坐標 可是不知道坐標 但是只要長在L3上面的點 好像可以寫一般式嘛 對不對 你這邊寫比例式 通常我們如果把它寫成一般式 就是寫成L3的什麼形式 兩面式 我要把這個點坐標寫出來 如果把這個點坐標 我說我們會寫L3的什麼式 殘數式嘛 因為它是只有一個T 我只用那個T 待會我只要把T解決掉 我是不是就知道這個點是誰了 所以通常確實我們就會這樣 我就會假設 那個這個錘子那個點 我不知道是誰方法一 我們就假設L3上面的那一個點 其實你把它寫成動點也沒有關係 那個點坐標 就把它寫成參數式 叫做-2加4T 再來是不是就-14-T 1加上2T 我只要想先把我求做T 那個T要滿足 那個P點要滿足什麼 我會讓它變成是距離 讓它變成是距離 這一段這個P解決在L3上面動 動到怎樣的時候 才代表是距離會閃過什麼概念 垂直 那有人閃過垂直 還有咧 垂直可以 沒有保向量 沒有保向量 還是什麼 用什麼 是嗎 對 第2個 你看兩種都有人想說 最軟距很好 其實就這兩個概念 就是兩個方法 來方法一 當你先講的人是說 他先想到是垂直 如果你是想到垂直 垂直你就會想到用向量表示 垂直向量 0內積 你是不是就用內積 所以如果你想到垂直的人 你應該是寫的是 我們寫PA向量 或你寫AP向量一樣 AP向量跟我們的 應該是跟這個方向嘛 這個方向其實不就是我們的V3向量嗎 對 所以跟V3向量的內積 待會會等於0 那我們的AP向量 AP向量就是P點減A點 這個在減2 所以-4加4T 再來這個在減量-1 所以加1 所以-13-P 這個在減3 所以是不是就-2加2T 這個東西乘上我們的V3 V3向量跟V1向量一樣 4-1 2 這個內積等於0 比如說每個人都會解切 對不對 你說內積等於是球數T 球數T我是沒有球數P點 球數P點我們就有距離了嗎 所以內積 所以坦白講 沒有到那麼難 你用點到一個定點 到另外一條線 這個動點動到哪裡 直接相分起來-16加16T -1進來加13加T 再來兩倍進來-4加4T 等於0 T4T5T 5T在21T 所以總共這裡21T等於-16加3-3-3-4-7等於7 有點小小的重來 除一除上7不就是1分之1嗎 正哪吐應該是正的吧 那個P是2的字 對來T等於1分之1 你看T等於1分之1 答案還沒有出來喔 T等於1分之1是在告訴你說 我先看到那個P點吧 對不對 我T等於1分之1 那不就代表我們那個P點來 代1分之1進來 P點-2加4-2加4-4-2 T代1分之1進來-14 3分之1 所以就要負的-14乘以3 52對不對 52再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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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覺得這樣有點笨喔 我們不要求P了 因為我重點不是要求P 我重點是要求什麼 求距離 距離是要求什麼 AP嘛 AP長度嘛 所以我應該直接寫AP項量比較快 比如說我當然要再減一次啊 對不對 我AP項量不就寫在這裡了嗎 所以這個就AP項量喔 你先戴這個就換 對 我那隻數字都這麼醜 所以1分之1代進來-4加4-3分之4 所以是負的-3分之1代進來-4加3分之4-3分之8 是不是3-4-12-12-12 所以-8 各位 再來第一個-3-3分之1 所以3分之 這個是39 所以-40 再來這一個-2加2t -2加3分之2 -2加3分之2 所以是-3分之4 所以我就可以算AP項量的長度 大家都有3分之1 我一定就提出3分之1 大家都有4欸 各位 計算上你要仔細看 大家都有3分之1 大家都有4 我是不是就3分之4 老上提出來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就3分之4的根號 我提出4囉 提出4這裡是不是就2 2的平方4 我寫慢 2的平方 再加上提出3分之4 10的平方 提出3分之4 是不是就1的平方 所以就是3分之4倍的根號 105 所以林老師清算 我這計算也要提出 好 那我看你們每次都寫 寫到這個計算已經很複雜了 你那張公平 你在算那個距離 都慢慢這邊平方平方 慢慢寫 你很容易算錯 方法用得不好 你很容易算錯 來 剛剛我們在見 這是方法 剛剛喬益說 第二個概念 她想到的是 她說距離就是最小值 所以沒有錯 所以方法2 方法2 如果用最小值的概念 一樣的旗形 這個也差掉 跟上了嗎 如果最小值 那我就告訴你說 AP線段的距離 就是AP線段距離要最小 對不對 最小 因為距離就是最小值 所以第二個方法 AP的長度算出來 一定在動 我稍微在那個動的 甚至當球秘密碼 那AP AP其實我已經取勝了這一個 這個是不是就是AP 負4加4T 負4加4T的平方 再加上後面那一個 負13-T 最後一個 是不是負2加2T 這是你們剛剛想得到 你看有人想得到 我就是看到垂直 有人想到我就是距離最小 這一個看起來很複雜 可是它後面有比下面優勢一點 兩個數目差不多 你比較一下 我們這個根號 你一看到就是 裡面是平方式 平方式求蜜蜜 平方式求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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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是16乘以2負32 中間這一個是加26 後面這一個又是減掉8 減40加上26 所以是負14 負14倍的T 長順項呢 16加169加4 二十 所謂一八九 可以了嗎 OK好 因為他剛好都有很好算 我是在信用這個十六加四就先加 我正剛自己在寫這個 我就分三十二跟負八我會先加 有沒有看出來 我為什麼會先寫著寫著 我就看哪一個容易算的就先算 這個就是新算法則 也是大概就是這樣 不用科學學怎麼新算 你多算你就會知道 會看到對那個數字的敏感度 你就馬上知道 你應該怎麼去解決卡牌 後面這個我們就配方把二十一 T減掉二十一分之十四的一半 對不對 二十一分之十四除以七 不就應該三分之二嗎 三分之二的一半就是三分之一 其實剛剛我們這樣T 最小值在三分之一對不對 那後面不就是一百八十九 來 這個的好處就是什麼 我同時算出P點 產生最小值的那個T值 而且我同時算出最小值 你看我這邊寫出來了 我們把這部影片寫出 就是我們的對小值就出來了 你原本是一八九 你這邊是應該還要再減掉 九分之一 九分之二十一 這裡多加了九分之二十一 九分之二十一 我們可以約掉一下 是不是就不用 那我想把那個三分之一提出來 所以這樣就九分之二十一 所以這個是不是就是九分之一八九 減掉二十一 一八九有時候老師不想要慢慢乘 我真的有說一九零乘以九 再減掉九 我們來 九九八十一 你慢慢乘 沒關係 九九八十一 即八九八七十二 八十即八九 我在想可不可以貼 一八九有沒有 一八九有沒有倍數 一八九有 有多少 一八九有九 一八九有九 那所以我們應該是九分之一八九乘上九 減掉二十一 我想用先提的 能提的我就先提出來 對不對 那我在這裡提出來的時候 三分之三分之 看起來沒那麼容易 看 因為我們看到剛剛 我們可以提出三分之四吧 所以我這裡應該是 一八九乘以九 減掉二十一 你可以在這裡只能提三 看有沒有七啊 七二十四 有耶 它也有七 這裡有七 這裡也有三 所以其實我可以提出二十一 對不對 我把它提出二十一的話 這邊其實 提出二十一 我這邊提三 這邊可以 所以七七二十四 七七四十九 如果把二十一提出來 是不是二十七乘以三 二十一線算是八十一 八十一減一 是不是八十 是不是就變成九分之二十一 乘以八十 九分之二十一 乘以八十 八十是可以提四 是不是十六的五倍 對不對 所以馬上看出來 就是後面尾巴這裡 其實是九分之二十一 乘以八十 我是把計算寫在旁邊 我能 我把能體的 我就把它提出來了 那你知道九分之八十 所以我現在被這個計算擦掉囉 好 為什麼我會變成九分之二十一 因為老師用提供因素法 所以最後的結論在告訴你說 當T等於三分之一的時候 我們AP線斷查 是不是就會有minimum minimum就是這一個 對不對 這個我剛剛已經看錯了 我可以提出三分之四 三分之四提出來就二十一乘上五 就是一百零五 跟剛剛的答案一模一樣 所以不過坦白講 你看我說為什麼雙圈 它兩個方法其實計算都有點負責 可是其實觀念不難想 跟我元氣我們前輩講 你還是點到線的距離 好啦 所以方法一方法二 我還有方法三 再來方法三 你們比較不容易想得到 可是它比較快 所以我不勉強 有時候比較快 雖然比較快 可是你時間一久 你會忘記 那就算了 你至少你有基本的公平 你知道你可以從點到線的距離來看 看到那個錘子 或是看到最小值 方法三再告訴你說 跟上了嗎 跟上了 兩個方法各有優缺 這個是計算上這裡 好像感覺比較簡單 不用配方 但是你這個算反 你還得再算距離 那這個是這個中間計算配方 稍微反一點 可是它一口氣同時把點跟距離 重點它要的距離算出來 所以雙圓會喜歡用最小值的方法來算 他覺得他不想分量動 那方法三怎麼想呢 求距離 這個距離垂直 垂直是不是就很像高 對不對 高通常就跟什麼東西 再算什麼東西會算高 面積 那有沒有想到用面積 用面積來解題 怎麼用面積來解題 他在這個兩平行線上 他製造一個平行四邊形 我這個L2L3上面 我任意找一個V1點 我教你在L3找V點 大概大家找的會一樣 是不是就是-2-14-1 我就製造VA項量 跟這裡再找一個項量 用黃的啦 這裡再找一個項量 這兩個項量不就可以展成一個平行四邊形嗎 對不對 那請問L3上面 我建議找黃色的這個項量 你會找誰 L3上面找一個黃色的項量 你會找誰 就方向項量 我們就找V3項量 你這兩個項量 不就可以形成一個平行四邊形 有沒有看出來 你的距離是平行四邊形的高 這個空間中 所以就是說 我現在要用我們的AP線斷場 把它看成它是一個平行四邊形的高 高的話這就是平行四邊形 我這平行四邊形是利用VA項量 跟我們的V3項量所展成的平行四邊形 你要算高是不是除以底 我的底就當作V3項量 請問 請問 這兩個項量所展成的平行四邊形面積在空間中 空間中 空間中 再兩個項量所展成的平行四邊形面積怎麼算 外積長度 對不對 沒有能連得起來 如果你不容易想起 想得起來 那你的方法一倒 所以 你會看到 我在講義上會有寫上 空間中 兩平行線的距離 它寫的式子 是這樣 就是變成我這個VA項氣是平行四邊形 除上 面積除上你的底邊 平行四邊形面積 就是VA跟V3項量的外積除上我們的底 所以我們要算外積 那VA項量 VA項量 A點減掉B點 是不是就是4 我把外積寫在下面 VA項量413-1加14 413-3-1-2 所以413-2 413-2 我們的V3項量 V3項量不用做 就是給我們的4-1-2 4-1-2 4-1-2 去頭 去尾 中間三個差 你就會發現 26加2 28 8-80 這邊-4-2-52-56 來 小心 你看我發現要算完了 我是外積算完了 外積算完了 -280-6 我們會有一個習慣 我怕你們會忘記 通常你們寫到這種外積 我們看到280-56 現在的動作就會馬上把它去掉 約分約28對不對 馬上這個就會寫10-2對不對 然後有人搖頭的對 提醒自己 在這裡我是要算長度不可以約 我們約什麼時候才約他 你是要找法相那裡才約 我現在是要算長度不可以約 這樣子 那我現在是算280-56 比較是提28倍出來 所以你就知道上面那個法現在的長度 我就28倍的根號 10-2 對不對 那V3像這樣的長度 4-12的長度 根號21 這個你把油裡畫一下 就會是3分之4倍 根號105 對不對 分子分母同時乘上根號21 那個21跟28約 不就3分之4嗎 不就3分之4倍的根號105 這樣接過來了嗎 兩平行線的距離 老師一題 這樣一節課 兩面 還差了一個關係線的距離 只好明天有說 我真的這個禮拜才講的 所以 為什麼我們下禮拜二才考 只有下課 沒有點特別的SS 就是寫後面的綜合列記 那你的信息幫我示範一下